在日本四国岛的北部有个隐秘的小村庄 那里随处可见像稻草人一样的人形玩偶 形成一番奇特景观 更妙的是这些人偶的数量已大大超出了当地居民的人数 这个偏僻的乡村坐落在山谷之间 整个村只有35个居民 不过村里却一点也不空档 除了田野里有人影 荒废的商店前也有着一家大小 对面路边也有 甚至学校里也有一些貌似学生的孩子在上课 遍布村里的这些人偶 全是当地这位65岁的婆婆亲手缝制的 她说开始是为了纪念已故父亲而缝制人偶 之后就再也停不了手 婆婆表示这些娃娃原来也当做稻草人 但多年来农作物的收成都不好 现在除了为过世的村民做人偶 迷开家乡到城市发展的年轻人也成了她制作人偶的对象 婆婆说 有生之年会不断创作 希望她的手工不断进步 让人偶能以假乱真 看起来就像见到真人一样 婆婆13年来做的人偶已多达350个 其中150个已安放在村里的各个角落 一旦损坏就会由新的人偶替换 请不回来